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0日 这是今天最后一场录播的节目 接着谈谈上一场没谈完的 给大家补充几条消息 中共国和俄罗斯以前不声称合作无上线吗 现在来了 不上线来了 并不是在停步 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发给了消息 陈文青将赴俄罗斯出席第十一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 并举行什么呢 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八次会议 在执法方面 中国和俄罗斯都要一起接线 你想这是不是无上线 这就无上线 这说明什么习近平还是要支持俄罗斯 支持群列者 他派陈文青 陈文青是中央政军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 以前他是国安部部长 军警特县 都由他来管理 陈文青是 谈不上是什么习近平的嫡系 应该他是王岐山的铁哥们 但是他现在不知什么原因 习近平反倒重用他 让他当了政法王 据说王小红 习近平原本是让王小红担任政法王 由于彭宰州事件发生了 据说习近平非常生气 所以就让陈文青来担次大人 但是就我看 他即使是陈文青 他也是利用 并不能证明五年以后 或者任期满以后就能平安着陆 因为在这个领域当政法王 权力太大 一定会出事 一般情况下 中共内斗非常激烈 习近平 权术很厉害 有的人他利用完就给你抛弃了 你想想 顺利军事不就是吗 但是今天这个活动显示什么 他应邀到俄罗斯出席这个 安全会议 就联合中俄执法安全合作 那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在执法方面 抓人方面 你比如说下一国开始抓间谍 这边也抓紧 那边也抓紧 是吧 就反美吧 反美找个理由 就可以给一个 给某一个人加上一个罪名 间谍罪 这是很重的罪啊 这是为了应战做好准备的 也就是大战即将来临 他知道他搞这套东西不得人心 那么老百姓肯定反对他 反对怎么办 他以什么名义 让老百姓恐惧 就出台间谍化 而且两个要连在一块 你比如说你在黑龙江出了事 你跑到俄罗斯 俄罗斯在抓你 对不对 就连着一片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中俄无上限 开始了 这是往前走了 又走了一步 首先在什么 在司法领域 执法方面 他两个人不分你我了 一块执法 就说明他们的 都是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 司法都是不独立的 都是独裁者说了算 中国是习近平 俄罗斯是普京 对吧 你看他明明看到普京 现在已经是被 呃 战犯 国际法庭啊 定为战犯 而且俄欧战争当中 他肯定要输 习近平也死不正仗 还有继续和他勾兑 这是很可悲的 下一步是会很狼狈 而且他应该知道这个匕首 已经被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给他 破解了 他根本无法去胜 这个等到过一会儿 还给大家介绍介绍 另一篇文章 那我们再来看看 美国 美国有美国的问题 美国枪支发烂 乘灾 经常出事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再有太高筑 欠灾最多 你看 美国行政当局啊 这个国会之间 你美国的行政当局和这个 国会之间 就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 第二次谈判是在周五结束了 19号结束 仍然没有进展 在这扯皮 也没有后续谈判做出安排 现在麻烦大了 因为什么再有两周时间啊 就要这个到6月1号 最后的期限 也就美国现在欠多少债呢 31.4万亿啊 我的天啊 这个死多了不咬人啊 是吧 这个灾台高筑 说美国财政部警告 如果不能在规定期限里达成一致 联邦政府可能就无法偿还部分债务 一单别月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的确是这样 这个盘太大了 31.4万亿啊 其实中共国业非常多 它只是没报道 我相信它不会比美国少 我给你讲 只能比美国多 但是它这个媒体是控制的 你无法知道真相 美国不一样 美国是发个批都知道 是不是啊 它是民主文化 是透明的 所以你再看严重 其实严重 中共国更严重 中共国早就破产了 文化 那么这篇文章讲啊 它说白宫承认 它与众议院多数党 共和党之间存在的重大分歧 就两党在那扯皮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近日表示啊 他能 他对美国能够达成 债务上限 充满了啊 避免违约抱有信心 我也认为 它不可能违约打 它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想呢 硬头皮 这就是什么 两党吧 互相指责吧 只要有一方稍微让让步 低头 它就通过了 最后期限间就通过 不会违约打 放心吧 他说拜登在日本广岛参加 七国峰会期间 对媒体表示啊 我冷然相信 我们能够避免违约 我们能够达成一些体面的成果 中共国肯定希望它违约 不过一旦违约的话 乱了的话 美国可能直接就开打了 是不是啊 其实日子越不好过 就政治家里越来越打仗 就包括习近平 最现在最远打仗 他没有办法 你搞这个成果 只有打仗 才能解脱困境 是不是啊 俄罗斯 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也是这样 参加会谈的主要 共和党代表 表示啊 周五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共和党议员加里特 在与白宫官员 在国会山举行的 二次简短会议后 对记者说 我们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 讨论我们处的位置 以及世界的走向 格雷福斯赞成纵约议长 麦卡锡的观点 认为必须改变美国政府 赤字开支和债务快速增加的石头 并在这方面去的进展 就不能再继续多的借债 他说麦卡锡明确表示 美国政府呢 今年的开支必须少于去年 就美国浪费也很严重 应该讲 另一位共和党的主要谈判代表 叫麦廷里表示 他对双方能否就麦卡锡设定的目标 在这个周末达成一致不抱有希望 双方如果能够在本周末达成协议 该协议将在几天内 送交的国会表决通过 如果他只要达成协议了 一路小卡 就马上再办 还能差这么一两天吗 是不是 他说白宫有高级顾问 在离开会议时的时候 对记者讲 他不愿意评估 因为这是太敏感了 老拜登不就因为这个 晦气都缩短了吗 是吧 也挺狼狈 他说共和党的人坚持要求 联邦减少支出 然后才会同意提高债务上限 说与此同时 拜登坚持认为 国会有责任支付账单 政府支出和债务上限问题 应该分开解决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 要以目前的僵局负责 要对目前僵局负责 两党嘛 是吧 两党斗 拜登表示 违约将是灾难性 他算了都知道 只要以违约的麻烦大了 是吧 引发全球的搞不好 是引起债务危机 那么拜登讲 会议上的每个人 都明白违约的风险 我们的经济将陷入 严重衰退 这将摧毁 就是退休账 账户 连退休金都成问题 说增加借贷成本 根据穆迪的预测 将有近八百万美国人实验 那当天美国就乱了 习近平高兴坏了 马上攻打台湾 他别忘了 要真正美国 要是真正乱 美国直接就开干了 美国还能闲着说 已经把这个普京 这个习近平 已经列为什么 列为这个主要的这个目标了 是吧 早就准备好了 所以这个 我相信他不会违约的 说拜登说 会议上的每个人 都明白违约的风险 但麦卡锡离开会议时 显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感到的失望 因为他们这些党 党派多么 在闹情绪互相斩 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麦克奈尔 试图向美国人保证 美国将继续偿还债务 说你们要担心 债务肯定要给还的 美国是有信誉的 是吧 麦克奈尔说 美国不会违约 他从来没有 也永远不会 你看比如说 今天中共国内媒体 可得好报道这个事 美国在台高筑 马上就破产了 诸不知中共国 早就破产了 是吧 你就看看那个重庆吧 八大头 还是九大头 所有全亏损 你就想想吧 他说美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经济体 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 意味着许多国家的央行 和其他货币的当局 都将美元作为 外汇储备的主要部分 防止本国的货币系统崩盘 说美国发生债务危机 对美国及全球经济 世界金融市场将产生 严重的后果 老大嘛 老大没钱了 说是 如果美国无法偿还债务 除了会在全球股市 造成严重破坏 并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之外 还会引发美国国债的抛售 人们就国债抛售了 从而削弱美元 并导致利率上升 提高借贷成本 甚至引发债务危机 这是美国自信的篇文章 我认为 你们把心放到肚子里 不会的 闹腾一段时间 完了 一个党派一妥协 就完了 就结束了 赶快就批准了 还要借责 还要借责 那么接着给大家讲讲 上个题目 没讲完了 爱国者是如何防御的 他就讲到爱国者可以通过他的通讯系统 实现什么与其他爱国者连营 或者其他防控系统的积累 就连接起来 就是把多个防控系统 甚至不一定是爱国者 可以和萨德联动起来 他给你画了图 这张图非常清晰 一看就看明白了 你看 还可以给你连接起来 就串联 串联起来 这个人是个军事研究专家 挺有意思 讲得非常生动 他说 上图 刚刚给你们看的图 就通过一个中继 就是蓝色圆圈 将三套防控系统连起来 就是示意图 他说 期待北约尽快的证员 把这个大系统搞全 让乌克兰菜地里的花花草草 也给避免攻击 他为什么要连 他说 刚才有一段我没有讲 他说 俄罗斯使出浑身解数 不是没有发射过来吗 被破解了 说根据消息看 应该只是部署了一到两套 就现在能够防御 现在使用就一到两套 他说 爱国者的雷达只能120度旋转 不能360度 他的脖子一直做完 就120度不能转圈 也就是说一套只能防住 轮达车前面一个扇形的面积 就是120度 所以一个防守区应该配备三套 这样就可以捂死角 这个赚钱了 对吧 5月16号的战斗当中 反导系统漏掉了一个巡航导弹 就有一个没防住 我猜想就是因为他打到了这个扇形区以外的菜地里去了 如果基辅呢 再配一到两套爱国者 立刻就 他就百分之百 就没问题 所以如果说打核战争 你美国就这个意思 他给你一个示意图 他还告诉你一个小知识 他说爱国者和萨特有什么区别呢 说爱国者是低空作战 杀伤半径在大气层里面 所以呢 用航空发射器发动机就行了 萨特呢 可以在大气层外面作战 所以用火箭发动机 你看见没有 假如非常专业 他说对舰载的反导系统来讲 标准六导弹系统 类似爱国者三 标准三导弹系统类似萨德 严身阅读 他说关于发射 火箭发射的一个科普 把宿舍烧了的那六个导弹的学生 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爱国者加上萨德 标准就是三加标准六 就分别可以在陆地和海上 战斗群的空中建立器高度是400公里 半径几十到上千公里的金钟罩 啪给你罩在里面 你根本打不进来 罩起来很贵吗 他说一点不贵 他说他找了一个美国国防部 2018年打给议会的报告 申请46亿美元配置相当于10号爱国者 就能同时发射约1200个爱国者三导弹的系统 这样算一个作战单元 满配应该是4.6亿美元左右 无所谓 美国有的是钱 没钱借 是不是啊 干杯不讲了吗 40多万亿 是吧 再多了不压人 死多了不咬人 再多不压人 是吧 上个世纪本人在改革开放支出的时候 就是腿比较勤态下去采访 经常下采访 见到那个乡下的民营企业家 叫老农民 也没有什么文化呀 搞乡镇企业企业企家的啊 经常去都熟了 哥们弟兄啊 我这个人反正没有别的毛病 位移腐败的毛病 喝点好喝点酒 是吧 完了他就熟悉了一来一往的 看到某某企业家啊 就讲是谁了 完了欠银行的钱呢 刚刚开始是几千万 那个时候就是都不愿贷贷款啊 贷款是新生事物啊 为发展经济啊 当年有个养鸡厂 叫韩伟养鸡厂嘛 韩伟是第一个贷款的 那都算是新鲜事啊 这个组织上去找你 党组织找你贷点吧 现在提上贷款 贷一天才能加发展经济 他先贷款 后来就成了风气了 有些人就开始贷了啊 最敢贷款就是什么 农民企业家 因为他没有文化 脑子没有框架 他像那样 你要是读书人当过老师的啊 这个害怕晚上睡不着觉 欠十块钱都睡不着觉 是吧 就像我老江 就是没有潜在 也不借别人的钱 就因为什么 咱们就要是欠了 在晚上睡不着觉 确实心欲良好 完了那个 有些民营企业家 脑子没有这个啊 他就没有 他无法不舔 他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这个敢借 于是一借 他就借了几千万 借了几千万 刚开始啊 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就买车 给自己买个进口车 第二件事是什么 女秘书 原来一个增加了俩 三个女秘书 就是企业家做呢 是吧 跟别人就是讨论问题的时候 他也不在乎啊 后面再俩 你这个按肩膀按摩 这是表面啊 你私下还不知道干什么 就不知道 就真的 你两天一开会啊 你去见铁家老板 他在那里站的 坐了 看着 后面就凉了 小手指的案 都腐败到这个程度 说是特别感激啊 借钱 借完钱也不还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 做这个 这个 就是那个 乡镇企业 刚开始发家的时候 有的赚钱 有的不赚钱 整体上啊 效益并不太好啊 大家舍得花钱 他用的钱干嘛呢 这个 就是那个 检察院呢 和公安局那个食堂 他逐度给你建设可好 那个 所有的设施都他投资了 正明瓦量的 然后啊 还给你钱 就是买那个米面 什么 油啊什么 包括玉别 侠蟹 风天过节的啊 就检察院法院 都可以管理好 大连很多的检察院法院 那个食堂 都是这个 企业家赞助的 然后啊 借钱也不还 银行就着急啊 因为这个银行 它有期限 一年到期了是吧 行长就去找他 找不接电话 肯牛了 借钱的时候 他是顺着 就找人借钱 等钱接到手 就开到马上 摇水一面 每天大吃大喝 完了 这个银行行长 就怎么办 就得赌他 到了年底的要钱 最起码利息的交要 怎么向上级交代 就堵就堵着了 天天中午在那 大吃大喝 所谓大吃大喝 在大连那里 就是吃海鲜吧 海参鲍鱼 大虾山 一餐都一千多块钱 在那狂吃海鲜 每天都是这样中午啊 都有客人 就陪客人就在吃 旁边有小女孩陪喝酒 完了行长就来了 正是咱也碰上去了 赶巧碰上去了 那行长来了 就是生气 就说那个企业老板啊 王老板 哎呀我到处找你 你打电话 你也不回 也不记 咋回事 借钱的时候来 来我请我天的到座 帮我吃墨迹 现在你躲着我啊 这老王啊 你实在不够朋友 那个喝的满脸头疯啊 爸说怎么欠 咱这么多钱 还不还天天吃 老板再怎么说 哎呀行长啊 我不是不还你 没钱还你啊 你想我要是不吃不喝 一上火再死了 你找谁还钱 我那个行长也乐了 乐了他就说 行长坐下来 先喝点酒哈 别生气 慢慢还 就坐下来喝酒 哎呀我看的场面 看太多了 所以我就理解啊 凡是借钱的 是最最啊 是不是 不怕要债的 钱越多越安全 因为说 你借的钱多 谁都怕你死了 一样都怕呀 就问 哎呀王总 身体怎么样 挺好啊 还能还上 还抱有希望 不要听说你得癌症了 是麻烦的 你贷款好几个亿 怎么还 不过大连那些企业老板 特别走运呢 因为他怎么改革开放 或什么宣传啊 发展啊 经济上 低下翻倍值钱了 就是土地值钱了 就比如说你那个 半个乡镇钱没赚钱 是没赚钱 老赔钱 哎 占一块地均特别大 当成个地均 买一个地均 就几百万 结果现在变了几个亿了 所以马上牛了 什么 挣不挣钱都无所谓了 那是全可劲花 我看到好多老板都这样 只要一见 咱就吹牛 江青哲 哎呀我终于翻过身了 你怎么中午不来了 我说中午我现在已经到别的 调离工作了 到文汇报工作了 就是忙了 哎呀 你经常来喝杯酒 我说喝酒 你再到环境上还喝啥酒 哎呀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地均 一下蹦高 蹦高烦 地均烦到几杯 有的是钱 所以我就知道 借在人的心里 他不在乎 所以美国 美国这你不用担心 美国欠在越多 我跟你讲 美国底七月组 真的 真的有本事 就是借钱发展事业 哈哈哈 这我回到 这我开玩笑 给你们挑一挑截 现在晚上完了 我要是不给你开玩笑 你们睡着了 别眼看是吧 你看他讲起来 召起来很贵吗 他说不贵 他给你算了一笔账 4.6亿左右 就可以搞这么一个 相对于各国 动不动 几百亿的军援 这实在算不上大的事 他说 这个又谈到饱和和攻击 他谈到饱和攻击的事 就舰载翻导系统 怎么回事 他弹导 导弹 撞导弹 这种 动能 杀伤方式 反导系统 目前也有三款 除了 呃 刚才讲的 就是反导介绍的萨德 这次大出风头的是爱国者PAC3 就这次抵御俄罗斯利亚是爱国者3 这一款是什么 装在航母战斗群中的导弹驱逐舰 等军舰上的标准导弹 这款其实比爱国者更厉害 因为他还有成熟的全球宇宙盾系统和更多的卫星加持 能从容装下更多计算机和服务器等的军舰空间 以及海面上没有障碍物和干扰员 让雷达更舒服的工作 说标准导弹的发射架是在军舰的前后甲板下面 你看 他有个示意图 这个人很细心的介绍这个战况 武器的情况 这就是这个 那么他讲到 他说上吐这艘驱逐舰 前后甲板的导弹发射架 数量加起来 比一套爱国者3还要多 发射起来大致也是这样的画法 你看 他说发射起来这样发射 看起来不是怎么样 发射出来 这个导弹的 所以战争就是 必须得有武器 你看目前俄罗斯虽然有6000个核弹 你看但您不用害怕核弹 你看前一段时间 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欧洲不是点片抢光了 那些傻乎乎的老百姓 一听到打核大战了 害怕敢买一包核瓶 就是那个盖片 不是盖片 点片 一旦核辐射 就不停往嘴里塞 一点用也没有 你有的钱 我告诉你 你买几个小糖豆 和俄罗斯学我老将 整点小红酒 这一盒 户部打碎多好 整个点一半有啥用 俄罗斯这个 核弹呢 没用了 你知道吗 臭弹了 俄罗斯虽然有6000多核弹 但目前只有760个核武器载具 它生产发射不去 它有载具 那个发射器怎么办 还在普京抗肩上 一抖就出去了 没那事 它有载具 一共就670个载具 美国没有透透的 就是核导弹 其中在部署状态 随时可以打的才517个 517个 没有给它算的 另外200个其实已经坏了 哈哈哈哈 其实我说 中共国呢更不用讲都坏了 所以习近平根本不是核武 又和大国 一点又没有 你不要怕 所以在陆地发射的井里呢 就是所谓陆迹的一共305枚啊 这包括什么呢 46枚SS-18撒弹 60枚SS-19 60枚白羊MSS-27 72枚移动式的白羊 22Z-25 18枚移动部署白羊M 58枚亚尔斯SS-29 就这么多家不是 他整天在这狂 他说陆基以外的抛掉 潜艇携带的几十枚 就算剩下的都装到匕首去 就不到200枚 你美国给他架点抖着出来 前面已经讲到 一个算航母战斗群的驱逐舰 护卫舰 至少可以发射800枚标准反导 导弹 俄罗斯就算不过 算不过了 把手里的核弹头全部砸出来 一起发射 能有一枚躲过爱国者山 还是厉害的标准吗 他要发射的话 就他这些核弹呢 根本都无法突破这个拦截 就这个意思 说为什么一定要用动能杀伤 就是导弹撞导弹呢 导弹撞导弹是怎么回事 他就告诉你 因为呢 专制核弹头 他就给你看 你看 这个图是这样拦截的 拦截不是说 从后边跟着屁股吹 也不是从蓝腰去切 也不是弹头对弹头 这也就给你干掉了 一点用说没有 说这是乌克兰方面发布的 被爱国者山打下了匕首的照片 我猜很多人迷惑 这弹壳为什么这么厚 他得先从核弹的引爆说起 他说要引爆一个核弹并不容易 不然那么多的核物理专家和核公司 核工程师早就去失业了 他说核爆炸是一个烈尔式反应过程 要搞懂这个概念啊 需要一大本书来讲一个学期 他跟简单讲一样 他说烈尔式反应的处罚要一定的质量 就临界质量啊 核燃料紧紧的均匀的压在一起 这个不能在地面先压好 那样核弹呢 直接就在厂里就砸了 那空中才能开始啊 他说于是呢 工程师们就想到 把它们先分成几块 这样每一块都不到临界的质量啊 就无论如何不会爆炸 要引爆时再设法快速 均匀的把它们压在一起 以此瞬间出发烈射反应 引爆核弹 所以目前主要是这样实现 搞一个球形的装置啊 将临界质量的燃料分成 分成都不达到临界质量的小块 均匀的放在球形的内红里 红色公子环的红 内红里边 他说内壳里边 要引爆的时候 精确同时点燃这些铝管 精确同时的引爆 埋涉在这些核燃料后面的普通炸药 在真空的这个枪体里 把多块核燃料均匀地迅速推向球形的 在球形瞬间压成一个达到临界状态的燃料 核爆便会瞬间发散 这个东西我相信随时就能讲明白 你们请教一下魏京生的 魏京生基金会的黄次平 人是学这个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 说等见面我请教请教 就这个东西 看见没有 就这么引爆的 引爆核弹不是说你们想象那么简单 看见那个普京走哪个密码箱里 拿个核弹就害怕 你说害怕 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个摆灯 骗人的 忽悠我老江城兵 也属于没有文化的人 是吧 这就是你看到匕首导弹的 弹壁特别厚的道理 不然核弹未爆它自己先炸了 过去导弹射击飞机的时候 先在飞机附近爆炸 炸出大量的钢铁破片去撞击飞机 说飞机的外壳比较轻薄 不耐尖锐钢片的高速撞击 所以通常一击就破 然后迅速解体 但是核弹头的弹壁很厚实 一般的小弹片撞不裂 在外面爆炸的难度也很大 所以真的有最理想的办法 用高速导弹的弹头 直接对撞来袭击核弹头 就大家看到了动能杀伤 说内爆是要求导弹 战斗部里面的枪体式真空 把它撞窟窿 当然就破坏了真空条件了 说内爆的冲击部落 就会发散出来 无法完成均匀压缩燃料 此外呢 放在核弹头 圆球外边的引爆 引现有几十上百 需要非常精密的通室点火 一个都不能少 动能杀伤这一猛烈一撞 还肯定会撞坏 撞坏几个隐形 这点就做不了了 你看他有理论给你分析 说爆炸到次就避免了 就避免你爆炸 这不就失败了是吧 核弹头最多变成一个小脏 小脏弹掉在地下 污染方圆几十米的地面 这个现在防化冰 过去很快就可以清理了 就防化冰给你准备好了 没事不用担心 你碰了以后它落下去 就完蛋了 把核燃料碎片装进签筒 卖给法国老之前了 这个有意思 他说降解高浓度浓缩油等核燃料为核电站 实用的低浓度核燃料是法国的强项 这也是爱国者三弹体比较纤细的原因 他说不再需要装填大量炸药和钢铁破片 只需一个密度很高的坚硬的实心弹头就行了 因此当然可以做的细一点 同样体积的发射架可以装载和发射更多的爱国者三导弹 总之即便来袭的匕首真的装上了核弹头 一样是现在这个下场 废材一般的飘落在田野内 只是在防化病清理之前 别去发朋友圈拍照 太接近残骸就好 告诉你看了这个别看热闹 现在看来唯一的问题就是 因为来袭的导弹没有被击碎 残骸掉下来有时候会确实带来一些麻烦 避免这种情况最后办法就是多几部爱国者三 与其他防空系统 大家互相守互相望交叉打击 在来袭的弹头进入头顶时把它撞掉 说一个匕首能击毁一套爱国者吗 他读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了 要能在最大方圆10公里内 他说就是相当于北京四环内的面积上 同时击毁20个目标 爱国的导弹的一个营才会被摧毁 否则哪怕击中一个发射架什么的 根本不会让他失去战斗力 这是不可能的 生来是为了打导弹的爱国者 不会乖乖的躺着等着你来 美国这个爱国者已经是非常从容就可以应对 大家不要担心 他说这次所谓的击中一套爱国者的炸虎 已被证实就是导弹的残骸掉下来 没燃烧完的发动机爆炸可能造成一点破坏 不然次日就修好了 可是我年轻时吃怕了野战单兵口 我一直在想别把餐车损坏了 他这个文章写的很有兴趣 最后他得出结论了 结论是有消息传出研发匕首的几位科学家 被克里姆林公以叛国罪抓了 说他们谎暴军行 瞎吹牛 这陈文青去了不是两个国家的执法合作吗 就解决这个问题去了 合作不相信 原来就是搞这东西啊 这个名堂 说其实问题不在他们 说匕首无人能党这么触及的笑话 自己都吸了 才是个大笑话 才是个大问题 也就是说有普京让这几个科学家瞎忽悠了 说人忽悠说明这个普京是多么愚蠢 和习近平一样 他俩说是这说明啊 在大和吹牛真的要命啊 他说自大和吹牛真的要命 中国有句话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啊 连自己吃鸡碗干饭都不知道 真敢轮着匕首找爱国者单条 那活该 他说现在此前我说的这些终于有了实打实的战略症 他说拦不住俄罗斯导弹在 只是在梦想啊 说在防控区目前的俄罗斯导弹一枚都不给漏 来袭的导弹越快死得越快 被撞得越彻底 核弹被拦截后根本不会爆炸 根本不用害怕 说科技代差工业代差必将带来全方位的代差落后 成不我其也呀 他说有道是什么呢 他说白发于桥聂伯河 灌看爱国取匕首 抑护好久喜相逢 他在用沙外衣开编词来调侃 他说从此何恶诈都负笑叹中 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放心了 洗洗碎了 不要担心何战 就普京的垮台近在眼前 习近平的垮台也近随其后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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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